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讲第二个小问题 就是什么是芭蕾艺术家所需要的文明史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很多问题 我们讲到了芭蕾舞特别独特 我们也讲到了芭蕾舞演员 特别需要坚强的意志力 正是由于他们的技巧 他们内心的丰富性 才是芭蕾成为人类艺术上最美丽的一面旗帜 这也是一种视觉艺术 所有的那些艺术家 他都是走到了艺术殿堂里的人 既然你已经来到了艺术殿堂 你就得走下去 要么你就根本不走 要么你学的是根本不同的物理学 但是你现在学的就是一种艺术 那你一定要对这种美丽 这种审美 产生这种内心的激动 如果你们看不到那样一个灿烂的精神世界 那你就不会感到舒畅 所以我们就说 那个精神的世界 那个技术 那个意境 那个底蕴 那都是巴雷武演员需要明了的那些因素 咒诗啊 雅典娜 他只是用现代的语言 在复述一种古代的神话 他以这样一种风格 一里语诗 讲的都是希腊神话的古诗 这是谬诗 这是雅典娜 这是海神波赛东 还有一种是现代的一种童话 你比如说穗美人 天鹅福 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有名的人 像柴可夫斯基 海涅 多么伟大的音乐家 多么伟大的诗人 他们都喜欢芭蕾舞 这么多伟大的社会精英 国王都喜欢芭蕾舞 就是因为这个芭蕾舞啊 他里面既有人性 又有理性 既有文化 又有克制 既有诱惑 又有自治 自律 他和只会忠于的人相比 只会善情的人相比 那些不克制的人相比 不会自律的人相比 他才是艺术 而他的对立面那些人 都谈不上是艺术家 因为芭蕾舞有克制的一面 有平衡的一面 所以增加了他的妩媚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看到芭蕾舞艺术 和巴洛克艺术的结合 甚至是一拍结合 产生出的非常有艺术性的 有意识的 理想类型的技术基础 那么那个巴洛克艺术又是怎么回事呢 巴洛克艺术是语法 我会经常说 只有语言没有语法的人一定可以活 只有语法没有语言的人一定要死 这个话我现在不说了 太过分了 巴洛克艺术就是语法 巴洛克艺术与另一场文化运动是直接相关的 那一场运动叫做宗教改革运动 所以有人去研究巴洛克艺术和宗教 宗教改革 尤其是罗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运动 叫天主教会的天主改革运动之间的联系 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研究 宗教改革以后 就出现了一种叫教派的东西 天主教的大一统的世界没有了 有的只是路德派 加尔文派 天主教派 耶稣会等等派别 于是罗马教廷就非常失望 就加强了对东方的传教 对中国的传教 对印度的传教 对菲律宾的传教 对非洲的传教 耶稣会的传教士就到中国来传教了 和中国的徐光琪认识了 和那个康熙皇帝认识了 蒂玛窦来了 耶稣会出现了 天主教唐盖起来了 他们除了传教之外 还带来了一种 从文艺风 复兴风格里面演变出来的艺术风格 这种风格呢 就是继神秘主义以后出现的巴洛克风格 我们知道 到了1490年以后 出现了非常具有神秘主义的艺术风格 紧接下来是一种风格明朗的 装饰性成分非常强烈的巴洛克艺术 那个具有神秘主义的艺术风格呢 有点焦罗糟 接下来的巴洛克风格呢 却非常明朗 它主要是用来建筑教堂 教堂里面的什么东西都弄得非常漂亮 华丽装饰 彩色玻璃 以便使人一走进这样的教堂 一走进由巴洛克艺术装饰的教堂 就受到心灵的震撼 不得不跪倒在伟大的圣徒面前 或者跪倒在神面前 所以巴洛克艺术呢 却是从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而来的 他和那个 古希腊的异教神的 那个风格呢 实际上是两回事 但是又有一种继承意识 继承关系 巴洛克艺术一定要从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谈起 在法国宫廷中 他却开出了一朵最艳丽的花 巴洛克 巴洛克为什么一定要受巴洛克风格影响呢 这是因为法国是天主教的大本营 而马丁路德搞的新教是在德国 加尔文教搞的加尔文教是在瑞士 俄罗斯的浪漫主义 俄罗斯人的反思和德国人反思是大不一样的 德国的反思是一种科学的反思 哲学的反思 俄罗斯人是文学的反思 思想的反思 传统的反思 俄罗斯人那种东西是托斯坦士的那种东西 对传统进行反思啊反思啊 俄罗斯是信奉那个东正教的 所以他你去听东正教的音乐非常压抑 你一听东正教的音乐 完全感到是一群人在那里反省 在那么倾诉 是一种宗教的反思 这是俄罗斯人一种很深层的东西 他每天要追问一种意义 追问我为什么活着 那么一种形式再发展下去呢 后来俄罗斯工艇也没有了 工艇没有了怎么办呢 芭蕾舞学校也没有了 不在工艇里跳舞了 变成剧院了 不得不在剧院里去演出 不得不靠票房收入 要维持生计 芭蕾舞平民化了 芭蕾舞市场化了 芭蕾舞成为一个布尔诏瓦阶层 就是市民阶层所形成的东西了 芭蕾舞不在贵族化了 芭蕾舞走向现代了 出现了利用芭蕾舞形式 同时就用现代的思潮 来表现的一种类型 这种叫现代芭蕾舞 现代芭蕾舞里面有很多人 实在是很舍不得古典的那种优雅的 他们认为芭蕾舞里面的东西是不能碰的 但现代芭蕾舞的另一派 却认为传统必须改变 否则英雄争断所念的夫生 只会为以后的几代人签订了卖身器 于是邓肯的舞蹈出现了 邓肯的舞蹈跳的不是芭蕾舞 而是现代舞 他跟着自己的直觉直接跳舞 邓肯的丈夫是俄国非常著名的诗人 叫叶善宁 后来也离婚了 所以邓肯跳舞跳的非常的发疯 他一个人跑到希腊去 看着那个雅典娜的神庙 在希腊的神庙面前 直接去反思艺术的本源是什么 邓肯跳的不是芭蕾舞 但邓肯与芭蕾舞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芭蕾舞有两大直接的来源 一是希腊的艺术 一是俄罗斯本化 邓肯呢 他跑到希腊去 他深受希腊艺术的影响 他跑到俄罗斯去 嫁给了著名的诗人伊赛宁 恰恰是一个大思想家 充满了叛逆精神 邓肯所不懂的东西 他丈夫全懂 邓肯心中的叛逆情节 就是要透过躯壳 得到超脱的这样一种东西 搞艺术的人和搞历史的人 实际上一样的 都要进去 有些人研究艺术 他一辈子没进入艺术 有些人研究历史 他实际上没有进入历史 这种进入叫做身心合一 邓肯就是这样 他自己和他的舞蹈 完全合为一体了 他产生了一种风格 有的时候这个人 一个人就可以对整个宇宙说 要么我对了 要么整个世界错了 这样一位女性 值得佩服 他不跳芭蕾舞 却是搞芭蕾舞的本源问题 而且跳舞而始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艺术家在二十世纪 确实走过一个非常艰辛的路程 可以说这种路程叫做涅槃 通过这样的涅槃 文化人才转变为真正的自由人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讲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也就是说 什么叫做天下掉下来的艺术家 天上掉下来的艺术家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首先要判断艺术家是怎么回事 艺术家是人类 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艺术家容易牺牲 以便造成他们的作品的永醉不朽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是我们感到兴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是艺术大师 为什么有些人 只能是艺术的匠人 为什么有些人只能是艺术的双人 而另外一些人 却能成为艺术大师呢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艺术大师呢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气质 他们接触的一些东西 不一定完全靠技术 现在整个艺术院校啊 都是太重视技术 技巧不重视内心的感觉 底蕴 舞蹈学校教你怎么赚 教你模仿 音乐学院看你最难的趋势 拉得出来拉不出来 其实我们想想海明威的老人语喊 他是靠境界靠底蕴 直接写出来的 一个艺术家的一生啊 分两个部分 技巧那个东西是三四岁以前 要完成的东西 技巧不能培养大师 境界培养大师 一个人一辈子在追求技巧 他是在朝艺术降人的方向发展 一个人要对自己进行涅槃 把自己从一个技术上的降人 转变成为一个精神上的伟人 精神上的 那个技巧 是为精神服务的 比如说历史学 其实也是这样 比如说有个英国历史学家 他叫苍英比 他早期写过一本著作 叫《历史研究》 完全是英雄主义 他在晚年写了一本著作 叫《人类与大地》 关心的是人类和大地的关系 要回到本源上 回到本质问题上 可见呢 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个历史学家 唐英比到了晚年 却是个哲学家 是关心人类存在的哲学家 他写一本书 不是为了自己出名 而是要为人类留下一些忠告 音乐家贝多芬也是这样 他创作《欢乐颂》 你只要从这种伟大的文学家 艺术家哲学家 历史学家的脚步去看 你就觉得这些人 实际是走在时代的前列 他们离真理已经很近了 他们不成为大师 不可能 因为他们第一个特点 就是是一些想大师的人 是个忘我的人 是把自己看得不重要 把人类看得很重要 这就是他们观照的对象不同 于是使自己 与艺术的匠人和艺术的商人 有了一点的区分 我们说第二个特点 所谓的大师啊 往往是知识的漏斗 大师也学习 但他明明知道 读书和写书是两回事 有些人以为读了很多书 就一定能够写书 有的人却以为 学了艺术就一定能画画 也有的人认为 我画了很多画 我就一定能够成为艺术大师 其实都不是的 他们之间具有相关性 没有因果性 他们之间读书和写书之间的关系 有的时候是香蕉和苹果的关系 读书 写书是香蕉 读书是苹果 两者不一样 但是知识的漏斗 则是另外一回事 知识的漏斗 就是他们关心的范围非常之广 他们一定要把自己 在他们生活的年代里 所能吸收到的优秀知识 都吸收进来 不管这个营养是来自古典的 来自现代的 来自中国的 来自外国的 他们本身就成为一个漏斗 以前的各种传统 左的右的有用的无用的 传统的中国的外国的 都通过他们的漏斗被牺牲进来 经过他们自己的思考 或者说经过文明的发酵 流出来的却是新的东西 这就是艺术大师所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需要成为艺术大师的外部环境 什么是成为大师的外部环境呢 这就是他们能够进行跨文化的研究 你比如说二三十年代 中国出了那么多的大师 现在班了很多大师班 但是没看到有大师培养出来 这就需要考察类似的环境 当时的知识分子 他们国学都很好 很多是官方子弟 情况之后没有了 官方子弟干什么呢 研究学问研究科学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了解极了 他们对中国传统里的优秀的东西 和不好的东西都熟悉极了 于是整理国库 整理国库对他们来说一点不难 天经地义 第二个情况 那个时候中国大门打开了 不管是有意的 无意的 主动的 被迫的 中国大门打开以后 世界就复杂了 事情复杂以后 他们内心的那种追求真理的原始冲动 和他们的求知与愿望 就指他们要跑到外面去 他们要把世界上最优秀的 学术的 艺术的 科学的 政治的潮流 都去追踪一遍 好像不这样 就不能活斥的 他们早不在乎在读什么学位 他们在乎找人 那个时代的留学生啊 不是读学位去的 而是去寻找真理去的 他们自己呢 想了那么多问题 他们读了一个学校 再读另一个学校 不要学位 只是找人聊天 结果呢 他们就把最前沿的学术潮流给吸收了 这样的人一旦回国 他们就很快就转入了文化运动 很早就动手 很早就编杂志 二十几日就出版杂志 动手很早 同时中国当时呢 又是一个大浪讨杀的时代 危机时刻 这很多一出人产 像邱琴女士编过妇女手 妇诗手册 鲁星先生 沈中山先生 学过艺术 但他们 也是最伟大的文学家 革命家 那个时代的科学家 都会写古诗 那个时代艺术家 学问好得很 那个时候很多政治家 都学过伊 只有在这样的知识海洋里 他们才能把以往的创作 都重新的思考一遍 对前沿的作品都跟踪一遍 走南闯北 寻求真理 在他们的心里 留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学 还是信仰的学 各种艺术门内 各种科学门内 都是一种载体 直接服务于如何拯救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直接服务于一种人类最本责的人性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们多喜欢思考一些总极的问题 终极的问题 说穿了就是你从哪里来 你到哪里去 也就是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 生与死的问题 天地人神的问题 这么一些大问题 中国命运向何处去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的思考 不深刻也深刻 所以他们不无聊 他们把艺术当作一种载体 来探讨人类存在的生命的真谛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他们接触到了一种东西 叫做精神的太阳 精神的太阳这个东西呢 再解释一下 精神的太阳 它只照耀有一定高度的人 譬如我来学历史吧 年轻时候写一篇论文 叫我写论诸葛亮 那么我就去看看 诸葛亮的前出师表 后出师表 看完以后就写了论诸葛亮 写了以后自己也不相信 写的好不好 于是呢 就想起可以搞历史遗情 诸葛亮看金鱼 可以退五路大军 那么我也去看金鱼 我看金鱼的时候 只看到红的金鱼 黑的金鱼 白的金鱼 结果就不干了 不干干什么呢 参军了 参军去当个什么 什么战士班长 如果你当到全境总参谋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突然觉得 你很有一种想给诸葛亮写一封信的冲动 你会觉得我看云很近 我看你很远 这就是文艺复兴那些人文主义者 为什么老要给古代的凯撒写信 给古代的西塞罗写信 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况下 他突然接触到一种东西 叫做精神的太阳 叫做精神的太阳 什么那就知道 为什么老是说 风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